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事同根生 相见和太极 凤兄 看在故人之情 请把众儿还活 人情再大大不过国法 义气再浓 浓不过中军 不敌国法中军 你我相识二十年 二十年春秋岁月 就没有一点兄弟之情义吗 凤兄立志效忠圣上那天起 就已经战断世间一切齐情正义 丁丞兄 对不起 我要抓你尽天牢 中军报国 你真不愧是我父亲的好学生啊 既然如此 何必多废话 我们上 上 到代目 你真是 阿兰 你怎么能 我 是 你怎么会 那 你怎么能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你老是 你怎么会 云雷 诚哥 诚哥 你们去 把所有的照顾好 那师兄你呢 你别管 要走 大家一块走 待会儿谁都走不了了 师兄 田华 你带来了家人 到我爹那儿去 这里我们来递呢 师兄 还不快走 师兄 田华 拜托了 钱 令人 受伤的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名 仇本 听信息 听信息 多谢 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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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少了一只啊 你怎么样 你想干什么不要命了 你的马差点踩了我的小羊 那你也用不着这样 小羊重要还是你重要 我是一条命 小羊也是一条命 一样重要 你不光凶 你还不讲理 你说得很对啊 承认就好 你也知道自己埋不讲理 你叫什么名字 云磊 你听好云磊 我只是承认 刚才你说小羊也是一条性命 这句话是对的 还有 我没有觉得自己不讲理 以后你不要这个样子了 你这样多危险啊 如果你出了事 你家人该多担心呢 就这样吧 不跟你多说了 你赶快回家吧 还有 还有 我叫张班峰 我叫张班峰 你去哪儿 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生自古谁无死 刘曲丹西 赵旁 请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不愧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人生真是 三買五打雷 你们负供 爷爷 爷爷这不是笑了吗 爷爷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这么笑啊 爷爷高兴啊 咱们就要回家了 所以爷爷才这么笑啊 回家 这儿不就是我们的家吗 哦 这儿不是咱们的家 美儿啊 你看 咱们的家 在那儿好远好远的地方 可是那儿什么都没有啊 有 那儿有你的弟 有你的娘 还有你的哥哥 有好多好多的亲人 有亲人的地方 才是咱的家 我爹 我娘 我哥哥 他们都长得什么样子啊 上海萨 他们长得 你见着他们就都知道了 太好了 爷爷 我的 好孙女 爷爷 你说我见过爹 娘 还有哥哥 可是我怎么记不得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啊 美儿啊 你离开爹 娘的时候是刚刚出生了 你猜你那时候多大呀 才那么大 那你怎么会记得他们呢 那你现在还记得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吗 啊 北雷的哥哥 爷爷不记得 可你爹你娘 爷爷是记得的 那就好 都别忘了 等他们来接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认识他们 可就回不了家了 小帮帅 少主 这么巧啊 跟你一样 北极 彼此彼此啊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去雁南关了 巴图巴特他们还在那边等我呢 是吗 哎 少主 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当然想了 可是 将军他会让你去吗 哦 会的 不过得借一下你的衣服 什么衣服啊 就是这套衣服啊 我想咱们两个是好兄弟 你不会怪我的吧 是不是 小帮帅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哦 不好意思 谈谈将军呢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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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驾 驾 出发 打开城门 听见没有 我要出城 你嚷什么嚷 半夜三更的 跑这儿撒什么也 你是守城的门主 不是主 是官 我爹是守门的官 管他是官士族 把门打开 城门是我管的 我想开就开 想关就关 不开 小废话 我们要出关 出城容易 你等着 等什么等 等到明天暴时 不等 就现在 做梦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别想出我这关 儿子 睡觉去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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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硬了 再来 谁怕这呀 大师 别跟他们闹了 我们出关要紧 知道了 老小子 改日再给你拼拳 打钥匙来 不用改日 现在就拼 爹 那兔兔耍赖 站住 小孩子 走开 大师 原来你的金铸罩 还没连到手指上啊 你这个好小子你 快 九天龙女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三哥 我们何必伤心无辜呢 如果不这样 我们就出不了关了 朝银大师 让我杀了他 如果你把他杀了 这样公平吗 都什么时候 要杀了他 你 你 这一趟 是为了出去救人 而不是杀人 就是动手啊 也只能跟坏人动 这人不坏 是条汉子 大胆 哪来的得寇 吃醋了要不成 竟敢夜闯燕南关 周眷 干得好 护城有功 本官重重有少 农英大人 这儿没你的事 我应付得了啊 他们这几个人 无非想出关而已 等明天天一亮 我就开关 让他们出去 他们都是好人 不是贼寇 遂你的教训吧 胡说 他们连夜闯关 罪不容处 你还替他们说话 你们几个贼寇听着 如若不乖乖地 放下兵器投降 本官让你们好看 放你娘的屁 等去脑子宰了你 紫图女 看谁宰了谁 放下 七兄 天花哥终于来了 这家伙总是让人焦急 你想干什么 你多么不居然 要不居然 你找个人 我先去 你再说 你还要是 不居然 你还要是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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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替皇上老子开门的 这是圣旨 除非皇上老子开口 我才给你开门呢 你没看本官被劫持了 你想让我死 来人 把周剑这个魂球给我拿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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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驾 驾 爷爷 是不是爹爹来接我们了 是 是你爹爹来接他们了 来者何人 我是大明国来接云大人的使者 云大人 天华来接你来了 天华呀 你来了 云伯伯 朝阴也来了 朝阴你也来了 云伯伯 盈盈啊 你们大家都来了 这位官人哪 他们是来接我的 那就有劳各位了 云大人 咱们就此告辞了 走 好好 谢谢你们了 到家了 云大人 咱们下来暂时休息一下 好不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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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云京已经进入燕南关境内 离我们这里不到二十里了 弟兄们 上 云车 这礼物 怎么还在摔倒 这礼物 我衬与 curriculum 大家都能把他们列与 这礼物 我衬与 这礼物 我母亲 那礼物 你 我心就把我们时 那礼物 这礼物 我们 去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说话呀 这 这 你们怎么了这是 任老婆 您是 不能再回雁南关了 万万不能啊 什么 我不能回雁南关 这 这如何说呀 任老婆 我们没有保护好云城师兄 其实 八年前 云城师兄一家 就被朝廷问斩了 现在 您还背着叛臣的名声 云老婆 当时 我们没肯告诉您哪 什么 老夫是大明的叛臣 他 阮哥 我 很远 这 是 他 是 我 你 这 我 是 我 给我 给我 我 都 我 我 我 他 云老婆 八年前 朝廷突然宣布您是叛臣 说您投靠瓦池 卖主求荣 于是我云腾师兄一家 很快就被投入大牢 不久我们几个去劫狱 但是只救出了磊儿的母亲 当时他身怀六甲 怀的那个孩子 就是现在的磊儿 我们解语后两天 云城师兄和侄儿云仲就被斩首了 同时全城戒严 朝廷英权到处搜捕我们 我们在一家客栈躲了十几天 在逃亡的路上 嫂夫人便生下了磊儿 她自己却因为 悲伤过度而过失 三个月后 我们带着磊儿来瓦池见您时 怕您悲伤过度 怕您悲伤过度 所以一直瞒着您 其实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爷爷 你怎么了 大家怎么不说话了 还给我们 我爹和娘吗 知道 那你带我去见他们好不好 好 什么时候 是不是很快就去呀 姑姑是不是呀 姑姑带你去见他们 爷爷 你不是说我们要回家吗 小兵 爷爷带你回家 云老婆 我们这次来接您 是想把您带着一个安全的地方 大明 是您绝对不能去的地方 您只要一踏进燕南关半步 便会遭遇不测 不 我一定要回燕南关 于老婆 您还是跟我们走吧 我们都替您安排好了 朝廷已经下令 如果在燕南关抓到您 不必押回朝廷 直接就地正法 我云京出世瓦池二十五年 虽然犹如使命 但是 我对大明的一片质胆忠心 从来没有动摇过 这封国说 我是一定要面称圣上的 您老婆 就算让您见到皇上 他也可能把您处决 我云京个人的生死 云士家族的名誉 与两国百姓能够和平友好相处相比 那是微不足道 那个皇帝 他 他早已把您当成 奸诚了 奸诚 我云京事中世间自有后人定论 我云京为人 那是上无愧天 下无愧地 你还要用 他将军做了 这将军事就成为了 你不足够的 他将军事呢 他将军事中 还要被军事 他将军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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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中 他将军事中 军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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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与敬的 他应该赶往燕南关了 燕南关 驾 坎太大哥 坎太大哥 为什么要杀他们 他们是我马吃过的人啊 大风 人是你 坎太大哥 为什么要杀他们 他们是我们自己人啊 这是你爹的命令 我爹 我爹为什么要杀他们 杀人还要有原因吗 大风 再说啊 这里也不好玩 你还是回去吧 我是要回去 我要回去问我爹 为什么要杀他们 来人 有 把大风送回去 是 这 这 后面好像有人追过来了 怕什么 大表跟他们拼一下 师兄 不行的 为什么 八十骑兵天下无双 我们在马上拼 是拼不过他们的 对 我们找一个高手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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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他是谁啊 澹台面鸣 终于也追上来了 张宗舟还是不肯放过我的 他是要你来杀了我吧 你没被主公的义员 必死无疑 眼睹官下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放屁 你没看见老子就站在云大人身边呢 有我在 你们谁也别想动云大人半个头发 好 爷爷 进来躲躲吧 别看了 爷爷 进来 爷爷 进来 张宋周啊 张宋周 你的法国梦想不会得逞 你休想用百姓的先写实现你的霸业 可以进入我云境二十五年 但是你挡不住两国百姓修好的愿望 张宋周啊 你注定是要一败涂地的 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下场 又要你试咱俩 走 没有 有 大明使臣云靖 二十五年前 奉皇命出使瓦池 我现在回来了 我带回了瓦池王的国术 赶快打开城门放我入关 真是云大人 是云大人 叛臣云靖 你卖主秀勇 这次回来一定有重大阴谋 我命你速速离开 否则 别怪本官对你不客气 总兵大人 快打开城门 我要面见皇上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你少来糊弄 我最后下令 你再不离开 便要你命丧当场 不 我一定要入关 什么也挡不住我 放箭 总兵 总兵不要放箭 不要放箭 云大人 周天 你要干什么 总兵你不能射他 不要射他呀 他是云大人 他是二十五年前 出使瓦池的大明的忠臣 当时你还不是总兵呢 云大人 云大人你怎么样 这位兵哥 你是 我是 我就是那开门祖啊 二十五年前 就是我打开关 让你去瓦池了 我当时还送给你一包 大明的泥土呢 云大人 此去关外风险万分 祝大人一路平安 这包黄土 我都要把他人放开 所以王大人 你不在乎 那一路平安 你不在乎 他不在乎 他都要保护 他都要保护 他就不能保护 我还保护 他就保护 他都要保护 为了保住性命 我们先躲一躲好吗 不 我要入关 来 云大人 云大人 杀宾 快背起云大人 我们走 不 我要入关 云大人 我要入关 云大人 云静呢 不过 你已经输了 云大人最终会返回燕南关的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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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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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没事 这个云雷 怎么会在这 是你 张三丰 你还认得我啊 我们第二次见面了 我爷爷呢 这是什么地儿啊 你跟你爷爷在一起吗 我怎么没看见他 有狼 我害怕 我要找爷爷 你别哭啊 我带你去找 你一哭 我什么注意都没有了 还怎么带你去找爷爷啊 你又不知道我爷爷在哪里 你怎么帮我找啊 你别哭 我就带你去找爷爷 怎么样 我不哭 那你说他在哪里啊 好 那你跟着我走 我一定帮你找到爷爷 怎么样 走吧 这 让你二哭 来 爬上去 爬上去呀 哥哥 我拱不到你 怎么办 你拿刀 割几个树枝 哥哥 我拉你上来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怎么了 下辈子我一定会变成一只大野猪的 大野猪 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普通的坑就好了 可是偏偏是猎人挖的陷阱 一个人要是掉到猎人挖的陷阱里面 下辈子一定会是一只大野兽 不会的 人怎么会变成野兽呢 你没打过猎 你当然不知道了 以前都是我打野猪的 没想到下辈子就该让猎人打了 那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猎人挖的井呢 你看下面都是竹签呢 你这腿流血了 我下辈子不想变成大野兽 我下辈子不想变成大野兽 我害怕 去去几艘小狼 有什么好怕的 有本事过来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别让他过来 我害怕 这样吧 不如我吹一首曲子给你听 你就不会听到狼叫的声音了 怎么样 是你为什么不想变成大野兽 因为的外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